中文字幕志愿者 佛罗里达州的天空被炽热的尾气照亮 重6吨的卡西尼号星际探测器被发射到飞往土星的轨道 这是20世纪最后一艘行星际探测器的大飞船 参加卡西尼号计划的国家一共有17个 它是人类进入空间时代以来最大的国际合作课题之一 差一个月整整20年 它从地球升空跋涉了79亿公里 这个史诗级任务 现在已经俘获了全世界许多人的心 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程壮举 也是一次完全成功的任务 拍摄了一些我们所见过的最壮观的太空图像 在围绕土星运行的13年中 为地球传回了45万张照片 发回了令人难以置信的635Gbps科学数据 科学家从这些数据中研究发表了4000多篇论文 在任务期间发现了6颗新卫星 也证实了在冰冷的卫星上存在着很可能适合孕育生命的 咸水地下海洋 时至今日 我们对土星的了解几乎全部来自于卡西尼的观测 该任务还在泰坦上着陆了一个探测器 卡西尼汇更斯号 成为第一个登陆遥远外太阳系世界的人造物体 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视频中介绍了很多卡西尼号任务 但有一件事 你们很多人一直都对它兴致勃勃 那就是卡西尼号探测器在任务结束时拍摄的图像 在它进入土星大气层并解体之前 其中一些最终图像非常棒 但请注意 探测器并没有能力进行实时视频捕捉 尽管如此 它们还是值得一看 现在 我将带您重新踏上卡西尼号令人难以忘怀的一幕 让我们一起去讨论它死亡前拍摄的最终图像 大家好 卡西尼号任务的最后阶段被命名为壮丽中章 2017年4月 卡西尼号的死亡回旋开始 从这一刻开始 它前所未有的一点点靠近土星 任务控制团队将卡西尼号送入土星两极上方的一个偏心椭圆轨道 并且大胆地通过环中的间隙去探索这片从未有航天器设计过的区域 最后几个轨道 使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土星表面 为科学家提供了土星的新视角 作为一架时速接近12万公里的探测器 任何一点肉眼可见的天体碰撞都足以让它粉身碎骨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7年9月8日 也就是在卡西尼号任务结束的前一周 在整个任务期间 它的主要焦点还包括土味二 它是太阳系中包含地下海洋生命的主要候选者之一 卡西尼号发现了100多个水柱 从这片海洋中穿过卫星地壳 喷发到太空 在太空低温的环境中结冰 形成了环绕土星的美丽翼环 这个环非常脆弱 只有在太阳的背光下才能看到 并且可能是太阳系中最蓝的天然景观 这是土味二对翼环最密集部分影响的最佳视图 您可以看到雨流扰乱和补充环 卡西尼号最后一次观察土味二的雨流 是在这段非凡的时间流逝中捕捉到的 历时14个小时 2017年9月11日 卡西尼号接近最终轨道的最远点 并在自然光下捕捉到了这幅图像 最后的可见环展现在你的面前 包括D环、C环、B环、A环和F环 以及土星的短阴影投射在它们上面 在此期间 土星的北半球正在经历夏季 这意味着土星著名的六边形风暴 尽显其光彩 当然 你也可以在自然光下注意到土星的细微带 然而 这张图片真正有趣的是 土星的南半球什么都看不到 这是由于光环反射太阳光 在光环的光芒衬托下 土星南半球看上去一片漆黑 9月12日 当卡西尼号再次接近土星时 他拍摄了土星的大气层图像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由于此前从未到达如此近的距离 可以看到巨大的云结构投射出绵延数公里的阴影 你可能认为这就是土星的特写镜头吗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横跨5500公里的场景 土星的卫星泰坦很容易出现在这张照片里 卡西尼号离土星越来越近 9月13日 他最后一次凝视着土位35 Dephnese 这是一颗守护着A环的卫星 Dephnese的引力会在环中产生涟漪 一些敏锐的观察者会注意到这个现象 这是由于环和卫星的轨道速度 内环的轨道比Dephnese快 这意味着涟漪会超过卫星 使更多的环物质暴露于卫星的引力 另一方面 外环的进行速度比Dephnese慢 这意味着涟漪滞后于卫星 但土星环物质再次到达Dephnese两侧时 涟漪已经平缓了下来 就在这同一天 卡西尼号最后一次环视了土星系统 它捕捉到了泰坦的景象 这是它在执行任务期间重点关注的卫星 这是一个有着厚厚的大气层的非凡世界 氮气含量高达98.44% 与此同时 它还凝视着土星环 在图像底部几乎可以看到不均匀的F环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土星也开始逐渐变大 在大部分的土星身体消失之前 卡西尼号探测器用了40分钟 最后一次观察了土位2 卡西尼号拍摄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它即将坠入大气层的区域 这里是晚上 所以土星被缓反射的光照亮 2017年9月15日 也就是任务的最后一天 拍摄照片并不在科学议程上 尽管它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这些图像 必然要占用大量宝贵的带宽 科学家们希望在探测器被摧毁之前 实时获取每一点数据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此之前 我们从未探测过土星 当卡西尼号 第一次撞击土星大气层的脆弱部分 它的飞行速度为123,000公里每小时 为数不多的剩余燃料经过部署 调整了卡西尼号的天线 以保持瞄准地球 此时 它已经位于土星云层的上方1900公里处 一分钟后 这些推进器以最大功率工作 以防止卡西尼号旋转失控 在这十分宝贵的时间内 它直接对土星的大气层进行了采样 但同时 这种大气也在加热卡西尼号 仅仅10秒钟后 推进器彻底折服了 卡西尼号开始翻滚 切断了与地球的通信 而探测器上的基载计算机 此时会一直试图找出问题所在 陀螺仪和恒星追踪器会告诉计算机 它正在旋转 它可能会进入安全模式以转移能量 试图自我纠正 大约一分钟后 卡西尼号宇宙飞船将完全解体 并在土星的大气中燃烧殆尽 成为土星的一部分 当数据在一个半小时后开始到达地球时 任务的最后一部分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卡西尼号记录了土星大气电离层 大气中的尘埃颗粒 以及磁场测量的直接分析数据 也许还有更多尚未从数据中发现 这就是卡西尼号任务的惊人之处 科学论文和发现仍在进行中 因为它收集的数据正在被分析并重新检查 请平复一下悲伤的情绪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土星系统的任务并没有就此结束 泰坦将获得一个名为蜻蜓的着陆器 它实际上是一架 由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电机驱动的无人机 它的任务是绕着土位6泰坦飞行 在不同位置直接对其表面进行采样 作为一个孤独的勇士 如果卡西尼有意识 不知道当他最后回望地球时 该是怎样的心情 或许他知道人类对他的牵挂与赞许 也或许会为自己短暂的一生而感到悲凉 我想 更多的应该是誓死如归的悲壮吧 也许有一天 会有更多的探测器拜访卡西尼的新家 沿着先行者的足迹 走过他所走过的地方 经过他所经历的故事 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征程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麻烦您点个赞并且点个关注 以便获取更多更精彩的剧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